我不认为一个人非得成功 好的生活其实应该是稳定而自恃的 这个自恃我个人就觉得 就说使自己的心性安稳下来 适合自己的那一种生活 如果每个人都去追逐所谓的成功 而我们中国人又把成功定义为 要么是当官 要么是成为大款 文化才不应该是这样 文化的最大的作用 可能是应该告诉我们的绝大多数的受众 人生不必那样